現在美國人都瘋了嗎 現在都對川普瘋狂了嗎 對川普瘋狂 而且美國人需要重返農業啊 那拜登能夠帶領美國人 重返農業嗎 所以這個畫面 一比較來講的話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嘛 一比較來講的話 大家認為說 川普才有可能帶領美國總統 而且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川普既然沒有被打死 但是代表說他跟雷根是一樣的 你知道川普第一任來講 他就奉行的是雷根主義 雷根主義 他雷根的任內來講 他最大的攻擊是什麼 搞垮前蘇聯啊 所以現在川普要搞垮誰 搞垮中國啊 所以現在出來大臉就是中國 你知道我觀察到了 接下來的川普 絕對會比在第一任的川普那時候 還對付中國更加嚴重 而且包含中國的朋友圈 一個一個會被川普端掉 你知道什麼意思呢 你看現在中國來講的話 他透過什麼方式 透過墨西哥 透過巴西 洗產地不是嗎 電動車 或者很多貿易來講的話 都是透過這些地方 進入到美國市場 他包含什麼 偷渡客 還有包含解放軍的偷渡 都從墨西哥 混入到美國境內 所以今天川普一上任之後 不是只有對付中國而已 包含跟中國站在一起的 跟中國接近的這些國家 一個一個會被川普對付的 而且你知道啊 當然台灣要閃遠一點 台灣如果跟著中國 透開鏡的話 今天川普也會對付你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今天川普 我想大概已經局勢底定了 很多人認為說 這是垃圾時間 不過我覺得啦 拜登如果要搬回一城的話 也不容易了 現在看到民主黨內部 也沒有人說要去取代拜登了 為什麼 所以現在 你看這個情況之下 誰能夠對付川普呢 所以拜登裡面 沒有人要當炮威 沒有人要當炮威 沒有要當這個最後的 這些民主黨的政治明星 保全自己 而最後可能川普 真的是會當選 我們在上一代就談到 這一槍可能改變了美國 它可能改變了北約 改變了世界 對台灣也至關重要 沒有想到川普在光天化日之下 剛剛講眾目睽睽之下 竟然有人對他開槍 而且離開了八槍 而且非常驚險是 你只要差一秒鐘 只要差一公分 川普就可能逆上黃泉 可是沒有想到 川普在這個送槍之後 他居然還是堅持地站起來 而且堅持著 正被高呼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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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一個動作 完全停了 當大海Fight之後 全場歡呼 全場起立 他展現了美國的這種英雄氣概 展現這個英雄氣概 就對比這個所謂的拜登 目前就是昌老的狀況 看起來 他的當選是非常的可能 當選非常可能之後 現在美國共和黨就講 他們要全面推動 所謂的反中的法案 而且他們要對付什麼 以中國為首的軸心 沒錯 他這個Fight Fight Fight 目前為止 他Fight的對象是誰呢 鮑姐 那就是中國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現在已經抵達了 Milwaukee 我們要進行這個美國 接下來的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但他這裡面這一次呢 除了要提名他當任這個 共和黨的這個參選人之外 這次還要衝過所謂的 他們的黨綱 因為他們柔性政黨的話 每一年的黨綱是不一樣的 那這次的黨綱 就是未來川普的施政理念 這次通過了20條的這個黨綱 這20條的黨綱裡面來說 大概有幾個重點 一個就是什麼移民法案 我們要最嚴格的移民法案 再要建立美國最強大的軍隊 然後要確保美元的地位 還是要重申美國是第一名 但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是 他要求要取消給中國大陸的 最惠國的待遇 這很嚴重嗎 他們很嚴重 抱歉 最惠國待遇就是WTO中間的 兩個國家中間的互相的狀況 他認定說你可能還是開發中國家說 我就給你最惠國待遇 全部拿掉之後 所有的優惠都不見了 沒有優惠 對 沒有優惠 所以他這一次其實很簡單 就是他要抗中的意味 是更加的濃烈的 那尤其他這次黨綱非常有意思 他就 然後再說獻給被美國遺忘的美國男女 所以簡單的說 他其實這一次來說的話 就是我要盡力提升美國的國力 同時間我要大幅的抗中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他們現在的這個論調 就是美國很多的工作都被搶走了 被誰搶走 被中國人搶走 沒錯 所以我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就要對這些被遺忘 這些被遺忘的就是美國的工人了 事實上他被遺忘的是鐵鏽帶 他這次是被遺忘的是更多美國的國人 另外一個是什麼 保證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在看 因為他當選目前為止 看起來沒有什麼懸念 連他自己今天就說什麼 我覺得上帝救了我一命 所以你知道現在整個氛圍 是對他相當相當的有利 那於是我們再看 事實上他的這個前國安官歐布萊恩 最近在投書 因為很有可能他未來也可能會再回任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要以實力回歸和平 也就是說他未來的是說 我們要用更 如果你想要和平的話 就要為戰爭做好準備 所以他其實是相當強硬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目前為止在說什麼 他說他曾經在這個媒體投書說 他認為應該要讓台灣的 這個參加所謂的演習 包括像這個所謂環太平洋演習等等 他說拜登拒絕這樣做 他說這是一個必須要糾正的錯誤 所以他的態度是相當強硬 然後他說海軍應該這樣一艘航空母艦 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 五角大西洋應該考慮到 整個海軍陸戰隊部署到太平洋 所以顯然歐布萊恩的政策裡面來說的話 美國最大敵人在太平洋 那在太平洋是誰 那就當然就是中國這個國家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川普之前的 這個所謂的不管國安團隊 或他這個所謂的親密的這些朋友 全部都放狠話 對 而且全部都對中國放狠話 對 甚至還說什麼 你要重啟什麼 核子制爆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你這個普丁 能夠用這個核子武器威脅 我們也要這樣做 所以你看他有認為說 我們要加強我們包括說 核打擊能力的這個政策 所以你看歐布萊恩是這樣說 好 那我們講到 歐布萊恩是比較偏向 所謂的外交政策這個部分 還有國安政策這個部分 但是對中國插內彈的是什麼呢 保姊事實上是什麼 關稅戰2.0準備又要開打了 你看這次華爾街日報說 中國為特朗普就川普 可能重返白宮再做準備了 那做什麼準備呢 因為第一個 他們現在在觀察說 因為這幾天的時候 美國就要宣布所謂副總統的人選 如果副總統的人選 又是個鷹派的話 那就徹頭徹尾量了 連總統副總統都是鷹派 那對中國來說 絕對沒有好事 另外一個就是他目前為止 幾個重要的核心團隊的人物 第一個 現在重點是誰 是萊特希哲 也就是賴海哲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賴海哲或萊特希哲 他其實在這幾年的時候 他沒有在官位的時候 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就說 No trade is free 也就是說沒有什麼的關稅是什麼 沒有什麼交易 交易是免費的 意思是什麼 他就要弄他的關稅 他關稅要出來了嘛 川普曾經自己說他是關稅人 那他是把萊特希哲 是火箭人 因為火箭人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在跟日本談判的時候 他丟一個飛機丟過去嗎 所以他就是飛機人 火箭人 那他現在有可能要重新回來啊 重新回來 那他就是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他說呢 這個美國革命以來 這個他把中國認為是美國革命以來 還有西方世界 自由民主政體的最大威脅 所以他的態度是相當相當強硬的喔 所以就是說他上來的話 可能就會開始又把他的這個 過去的萊特希哲 那種所謂鷹派的事情 再重新再做一次 這美國革命以來 難道是美國建國以來嗎 當然啊 美國建國以來 中國是他最大敵人 當然他就這樣說 好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Navarro Navarro保證你知道嗎 他事實上目前為止還在監獄 為什麼 因為他藐視國會 所以他被關 但是他是非常強硬的 這個川普支持者喔 而且他的很多 我們知道 我們過去曾經介紹他寫的書 他寫的書就是川普的政策 他現在也是 他是為了捍衛川普 然後在被關 被國會 藐視國會最被關喔 所以他應該出來之後 又會是川普的重要人選 那他們兩個都是鷹派中間的鷹派啊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中國為什麼現在很擔心 因為他們回來重新再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幾天很多大咖都出來 隱隱的開始挺在川普這邊喔 伊隆馬斯克不用講 可是你看貝佐斯 貝佐斯 他不愧是世界上千山有錢的人 他現在馬上也出來說 我佩服你的什麼風度和勇氣 那另外艾特曼也是 保證阿特曼呢 他事實上是美國對沖基金的一個大咖 他事實上在這個X上面公開 他公開支持川普喔 他是公開支持川普喔 那他說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阿特曼在2021年的時候 他曾經批評川普喔 他當時說 川普你煽弄國會罪 你這個是叛國 他說你應該辭職 而且你要下台 他當時是這樣罵喔 可是他這次是支持川普喔 那你看神微軟的納德啦 或是說像 這個另外一個 阿特曼是這個OpenAI的公司 還有佐克博 還有庫克 其實他們過去可能都是反川普 但在至少在這一次裡面來說 他們都是讚揚川普 所以來說這一次 因為槍擊事件之後 川普已經是變成了神力加持 變成是美國的 美國之子 現在整個氣勢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會在 在禮拜六的那一個槍擊 真的已經改變了美國嗎 剛剛講 現在這一個槍擊 沒有想到你只差了一公分一秒鐘的時間 川普居然給陳國 不然他就密葬黃拳 那之後你看他的表現 他那個強悍的表現 正必高無 高喊的Fight 你看有沒有 他高喊Fight以後 後面的人全部起立 所有的人為之動容 這個東西他已經無法擋了吧 已經完全無法擋 你要知道今天紐約時報 特別寫一篇文章 他就說川普在整個 離經這個件事情 然後跟之後就Fight 敗了那個裡面的一個狀況 他說這個完全就是川普的本性 以及他知道 他在這個生死關鍵點 他都沒有忘記他的觀眾 他知道在這個時間點 他所要扮演的一個角色 那後來就是 這當然是紐約時報 他這樣的講法 那川普是說 他為什麼自己到最後會講Fight 他說因為在那個瞬間 他說全部的人全部都鴉雀無聲 他說那是個非常特別的一個瞬間 他自己知道我一定要講什麼 我才能讓大家給團結起來 所以他才會舉手講Fight 他知道這個時候他要有表示了 對 他說你要有表示 你才能可以把大家的那種 凝聚大家的一個團結 所以他一講Fight 所有人就講USA USA 那個這個現場跟拍電影一樣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就回到川普這個人 自己本身的一個天性跟本性 第一個 他自己是強人 第二件事情 他其實長期是活在 所謂的美光燈的焦點 所以他其實知道 在這個瞬間 在這個其實對他而言 就是一個歷史一個瞬間 他要展現出 美國強人 強權的那個姿態 然後川普這個一邊的耳朵流血 然後高舉的拳頭 那一幕 真的人家都說 這一幕決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川普應該已經是當選美國總統 你覺得穩了嗎 對 應該是穩了 第二件事情 這個拍到那張照片的 那個攝影記者 應該會是這一次的 熱門的 博力之獎 的一個攝影獎 那其實除了這個畫面 我跟你講川普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說 我們都知道他好像7月15號 還是7月18號 要被那個共和黨提名嘛 他說他本來覺得 他的那個在那個提名大會上 他所有的發表的言論 全部都要炮轟拜登 但現在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穩了 他把所有的內容全部都改變 改變什麼 團結 他說因為他收到太多 不同階層 不同政治觀點的人 每個人都來問他 他感受到這是一個契機 什麼樣的契機 就是要用這個機會來團結全美國人 讓國家團結起來 你聽到這個的時候你不會覺得 這張照片 這是我們現在最新收到的照片 他在喵爾瓦基降落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 一排人站在這個地方 這個嘛 這就是當地的這些工人 這些所有的機場的服務人員 所有人 你說一百我都忙得要死了 你下來就下來 我管你什麼事 全部都站在這裡迎接川普 而且寶貞哥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他被槍 被打到的時候 他第一個是說什麼 我的鞋呢 他找鞋 我要讓我穿上我的鞋 對 為什麼要穿上他的鞋 因為在這個時刻 他還要處遍不驚 我要等於躺這麼快 到時候被金尊隊所拍到 會變成讓你落荒而逃 沒有 他還是要 所以你就知道他很知道 身為一個強權的總統 美國的總統 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我在這個危機生死關頭 我還要撐住 我有那個班 所以在這個其實 我覺得某一種程度上 真的為什麼美國人 現在很多人 本來可能對他不認同的 現在都認同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一件事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現在第二天 他就去打高爾夫球 跟這馬照跑五招跳 就是前一天差點沒命 結果沒有想到第二天 繼續去打高爾夫球 所以我覺得他那種硬漢形象 真的是已經是刻在骨子裡面 現在所有的美國的人 真的 包括那個美國歌手 然後蛇歌手 這50分 就幫他開了演唱會 有沒有 然後以他為出場 然後整個幫他拍MV之類 另外一個UFC的格鬥的選手 埃文 他在比賽獲勝之後就說 嘿 我剛剛聽說 他們想要打我的my boy川普 我很高興他沒事 然後就直接講川普五萬歲 Let's go 然後就川普五萬歲 所以現在所有的美國 那種硬漢象徵群的代表人物 誰知道他們要投投 川普 這個天公仔仔你知道嗎 像這個也是啊 那個USA川普總統 我向你致敬 你這個退伍軍人專遊 你太誇張了吧 真的 我跟你講 你不要說是他們 包括了一些搞不好 那些什麼警察那一些的 全部真的都是認為 現在選舉雖然還沒有投票 但是心裡的總統是誰 應該已經還蠻清楚 還有包括網紅也PO 把川普全身弄上 有沒有刺激 經由這次的奇蹟事件 真的會讓很多選民 因此而認定川普 你說這一張照片 現在在美國廣泛的流傳 大家沒有想到 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部魁迴這一槍 竟然造成這麼有戲劇 他不但這麼有戲劇 而這個川普的反應 證明他是天選之志 而這個天選之志 現在對整個選舉 對整個事件 已經造成極大衝擊了 OK 七月十三號在美國拚之後 這個槍擊案 還有緊接下來這個照片 還有川普的反應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歷史事件了 它的影響性相當巨大 那這張照片 已經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 不說了 你知道 這張照片被美國比喻成什麼 另外一張美國拿著新調棋的 在硫磺島的照片 美國把它拿來跟那張照片比例 甚至還有人拿來跟什麼 貞德在英法百年戰爭之後 拿著法國國旗 因為剛剛好 這張照片後面 就有美國的新調棋啊 也就是 第一個他大膽不死 他正面高呼 高喊的Find Find後面 剛好就是新調棋 對 所以這件事件來說 那經過這一場這個 我們在眼前看到了大型石鏡秀之後 川普已經變成了 Chosen One 被天選之人 現在呢 保證 他已經不是當不當選的問題 現在他已經化身 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太一樣了 所以凡殺不死我了 必將使我更加強大 現在在川普裡面來說 他現在已經是信心爆棚 現在美國共和黨 甚至美國 我跟他講 他在昨天已經化身成美國隊長 每一個人都非常關心 已經沒有人在關心 怎麼美國現在的 每一個人都在非常關心 川普的這個狀況 他已經變成是全美國 甚至全世界 注目的一個焦點了 而且你剛剛講的 這個過程真的太戲劇性了 你說既然他差1吋 差1秒鐘 川普就會命上黃拳 保證 現在他開始演講 大概5到6分鐘左右的時候了 突然之間 噗噗噗 保證 那個槍聲一共有開了8槍 開了8槍之後 他在第一個時間裡面 他似乎意識到他中槍了 對 中槍你看他快速地倒下來 快速地倒下來之後 你看祕琴棋的人員上去把他圍住 把他圍住之後你看 第一個時間裡面 因為這個槍手後來被知道 他距離川普只有120公尺左右 那很近耶 對 而且他開槍的時候 因為他 他真的是要置他於死地 因為他連續他開了8槍之多 如果你說這個支倒四點的話 你看一槍兩槍之後 他是真的開了8槍 開了8槍之後 因為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 祕琴棋人員已經發現到他開槍之後 迅速轉到他的方向 把他擊斃 把他擊斃之後 保證你知道嗎 第一個因為當時的實況相當的混亂 相當的混亂的時候 保證你知道嗎 這就是個大型實境秀的時間 因為在這麼混亂的狀況之下 更可以看出這個人的個性是怎麼樣 他的反應 保證 他的反應 又是美國人最愛的反應 為什麼 第一個時間他趴下之後 你看當場還有這個收音 收音的時候秘琴棋人員要叫他跑 他說不用 先等一下 先把我的鞋子找到 把鞋子 先找我的鞋子 我要穿上我的鞋子 對 要找到鞋子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軍事訓練就是這樣子 在逃跑的時候 我絕對要穿上我的鞋子 真的假的 這樣才能夠最好的 跑到我要跑的這個地方 你說他一直在堅持 我的鞋子要穿上 我的鞋子要穿上 最後是秘琴局的人 把他給鞋子穿上 對 你說這個是軍事訓練的第一原則 對 我跑的時候 我都要上下 都要跑 這個裝備都要好的時候 這樣離開 第二個 他還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即使秘琴局要把他頭往下壓的時候 他還說不要 我要Fight 你看他還在想辦法 睜開出來的時候 對著鏡頭保證 他很 就是你花邊 對 事實際上保證 我跟你講 他根本就是已經冷靜下來 冷靜下來他知道說 這是我要表演的時間點了 你知道他冷靜下來 他已經冷靜下來 他確定他沒有問題了 你看他還想辦法 從這個秘琴局的人員裡面 酸出頭來 然後他Fight 把手伸出來 對 為什麼 保證 你知道 因為他 我們講他這個實境秀的 這個實況主的 這個身上上升了 因為他知道 這是一個表演的時間點 他在冷靜下來之後 他馬上就做出了Fight Fight的動作 也就是過去我們看到了 標準原則就是 現在秘琴局的人 要用肉身來幫他擋就好 把他擋掉以後 當然不可以看到 任何川普的行蹤 可是沒有想到 川普就掙扎 就一定要把手給伸出來 對 高喊著Fight 對 所以就有這張照片出現了 為什麼會有這張照片出現 因為當好記者就在下面的時候 往前跑 捕捉到這張照片 所以我跟你講 保證這件事情反應什麼 反應美國人 愛死了川普的反應 第一個時間點 他一點都沒有慌亂的感覺 而且他上來的時候 他Fight Fight 還有非常有鬥志 即使他臉腳已經受傷了 他還是這個樣子 一直這樣 所以美國人就愛這種英雄 而且連他在上車的時候 上車的最後一刻 也要把手給伸出來 這不是就是美國人最愛的嗎 即使到你已經都受傷 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還是要Fight 堅持跟你戰鬥到底 然後這個整個石敬秀 這樣大事況來演出之後 你看美國的名義 當然就是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 而且我們這些講 我的Politico雜誌裡面 是比較偏民主黨的 連偏民主黨的雜誌都說 太贏定了 對 因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是變成是 獄血英雄的形象 也是千古形象 所以才跟你說 這張照片真的完全改變了人類 而且完全改變了這場選舉 甚至也可以說 確定接下來的話 這個折路斯基的命運怎麼樣 普丁的命運怎麼樣 北約的命運怎麼樣 中國的命運怎麼樣 台灣的命運怎麼樣 幾乎都已經可以 快要說確定了一個情形 我們知道的美國媒體 他們是有自己的政治偏好的 特別是對川普 川普有人是非常地很愛他 有人恨他恨之入骨 特別之前講到 當拜登他的那場演說表演不好的時候 剛剛講的 誰第一個反彈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過去是親民主黨的 他們是厭惡拜登 被運惡川普 厭惡到了極點 可是連他們都用這一張照片 連他們也都不能放棄這一張照片 就代表 現在美國你不管你喜不喜歡川普 你現在呈現的形象都是那個英雄的形象 對 沒錯 現在美國即使是怎麼反對川普的CNN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都把他的照片放在第一個時間點 而且就是那種英雄的形象 保證人家哪有任何一個媒體會這樣報導 但是你也不得不這樣報導 保證人家甚至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 現在幾乎美國重要的 所謂經濟的人物 或是很多風向派 現在完全都轉向 你看第一個時間點 當然伊朗馬斯克 伊朗馬斯克就是說 他是很英雄 而且他說了 你以來跟我印象中的 美國前一個這個老羅斯福總統 一樣強硬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美國總統 那當然你看他全力支持 希望他盡快恢復 這不用這樣講 我們講伊朗馬斯克本來就是支持共和黨 應該講他本來就是川普 他不意外 可是讓人家進化的是貝佐斯 另外就進化是祖克國 其他這些人 也全部跳進來了 對 沒錯 事實上這裡面來說 比較引人注意的是貝佐斯 因為貝佐斯馬上在這個平台上面 X他就發表 他說川普在真正的槍火下 展現了極大的風度和勇氣 感謝他安然無恙 也向受害者及家人致哀 為什麼貝佐斯很有意義呢 保證那貝佐斯曾經被川普罵 因為他有這個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 這個川普就說 他就是一個遊說者的報紙 他其實跟川普是槓上過了 他們直接槓上過 對 結果他這一次公開 在九個月之後 他沒有在X平台發言 他這一次發言一下 所以人家聞到不一樣的味道 所以他已經九個月沒有在社群網站發言 第一次發言 就說川普是在真正槍火下 展現極大的風度跟勇氣 對 好 那除了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叫阿特曼 保證阿特曼也是一樣 你看他講的什麼 Very great President Trump is sad 他不是說前總統 他是說President Trump 所以事實上現在目前為止來說話 大家風向都不一樣 你看連庫克 庫克也發了一個 我的心跟他受害者 還有這個川普家人同在 另外時間裡面還說 還有很多知名的投資人 David Sachs也是一樣 還有甚至阿特曼 阿特曼之前是反川普 他現在也要導向川普 甚至連這個祖克伯 祖克伯也是非常有意思 因為他在前幾天的時候 他解除了Meta 對於這個 還有IG對於 這個川普的各自樣的解禁之後 沒想到目前為止 他好像是做對了這些事情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在美國的氛圍已經不是在討論川普會會當選 而是他當選到底能夠拿下多少的宣言票 現在有人就把這一張弄出來 這個就是雷根時代裡面 他拿下來的 當時他拿下了525張 當時民主黨 民主黨只拿下了13張 而當時雷根最有名的是 他本來聲望不高 他也是中槍 中槍了以後走到了醫院 走到了醫院在開刀之前 他笑笑的問他的醫生 你是共和黨員嗎 醫生說 總統先生 我們今天全部都是共和黨員 這樣的一個話 讓雷根變成英雄了 對 沒錯 像雷根在1981年剛當選沒多久的時候 他就中槍 中槍之後他還是自己走到這個醫院去 而且你知道 那時候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 他問當天醫生說 你是共和黨員的嗎 他說 報告總統先生 我們今天都是共和黨員 所以你知道 從這個事情來說 我就講 美國也會看你什麼 你在危機中間你的反應是什麼 好 那你看雷根的反應 是他的幽默感 一貫的幽默 但是這一次 美國人在川普看到的是 強悍 你的強悍的措施 保健上 現在你的強悍 跟這個川普 拜登就形成一個 兩個極端的對比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全美都在盯了 川普的行程 你看他的一舉一動 他是在13號凌晨被槍擊之後 他走下 他回到這個紐澤西的時候 你看全美國都在注意他 他今天到這個威斯康辛州去 做這個造勢的時候 也是全美都在關心他 現在全美國都在關心川普 那川普就甚至說 我在這個民主 這個共和黨的提名大會上 我已經不會攻擊拜登了 因為他已經把他自己認為說 我已經會當選 他的重要任務是什麼 團結美國 所以你可以講 他已經化身成為美國隊長 因為本來川普在他們的 共和黨代表大會的時候 有一篇文章 是專門要去罵拜登 說這個拜登非常的貪腐 拜登非常的糟糕 拜登沒有把美國更加強大 可是他說這個稿子我要丟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感覺到說 現在我有個使命 我要團結美國 可是一個團結的美國 他可能不會自己發生內戰 可是他需要一個外部的敵人 現在看起來 這個外部敵人已經浮現了 那就是中國 一位美國眾議院的院長 他說 我們現在要有一個 全面圍堵中國的法案 現在我們要對付什麼 以中國為首的邪惡軸心 對 你知道川普喊出三聲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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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要對誰喊的 對誰 那其實對中國喊的 這假的 你知道現在美國國會眾議院來講的話 強身他已經準備推出 全面性的一個抗衷法案 這個抗衷法案其實就是為什麼 為川普接下來鋪路 這個就任總統之後鋪路 你知道嗎 因為拜登這四年來 慢慢的對付中國 慢慢的做一些事情 使得過往來講 我們知道真正對付中國的是 川普開始的 他是在2018年的時候 開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 他真的要對付中國 對 我認為對付中國 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你知道川普在辯論的時候講什麼 他說要讓馬上就任的時候 馬上要俄務戰爭結束 甚至在他就任職之前 就要把他結束掉 那普丁當然講歡迎 但是事實上你知道 這當中表達了什麼意思嗎 表達什麼 全面對付中國 他只有一個敵人 敵人就是中國 所以你知道 現在已經有一些 台面上的人物都出來 就是說過往來講的話 川普用過的哪些人 有可能會重新再回到政府部門了 第一個就是之前 USTR的這個 曼玉代表 就是什麼 就是賴海哲 賴海哲這個人來講的話 既二論說 你知道之前他在跟 日本談判什麼 廣場協議的時候 談到一半 他竟然折紙飛機 把他那個上面 是要寫的什麼 那個相關的談判 他美國要的東西 把他丟到日本代表上去 告訴日本說 這是我要的 折紙飛機丟過去 所以賴海哲本身來講 就是一個鷹派 鷹派中的鷹派 然後接下來還有誰 還有Navarra Navarra是誰 就是之前在白宮裡面 重新啟動對中國的 晶片戰爭的一個 這個什麼元凶啊 也就是說現在中國 最害怕的就是納馬羅 又重新可能會回到川普團隊 還有在誰 還有你看連馬斯克都跳出來了 馬斯克電動車嘛 電動車就是中國市場來講的話 已經使得特斯拉 他這個受到損害了 所以現在要對付中國的 就是最了解中國的馬斯克 難怪另外有一個是 余茂春縣的聲音也越來越大了 是啊 那所以蓬佩奧也跟著出來 也有人傳出說蓬佩奧說不定 就會可能成為 這個川普的副總統的候選人 也不一定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人選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川普只會更硬 不會更軟 所以這時候呢 其實皮皮刷就是習近平 那這就是非常現實無情的 當然現在剛剛講的 那今天的一集 那今天一集 感覺上已經改變了美國的歷史 改變美國歷史 因為這個對比太明顯了 第一個 川普現在露出來的形象 都是英雄氣概 非常強悍 但另外一邊 你根本 你根本不用去搜尋拜登 你現在如果有社群媒體 你隨便跳出來 都是那個拜登 老而遲斷的畫面 而且 這個兩鄉比較也太不堪了吧 保倫哥真的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為什麼 你看拜登我們講 川普是子彈打到 拜拜拜拜 拜登是連班的勳章都出狀況 都變成地獄景象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當這個5月3號的時候 拜登原本是要把19名受勳者 要頒發總統自由勳章給他 而我們現在看到右邊的那邊呢 就是提供勳章給他的一個女軍官 結果你仔細注意看喔 拜登出的狀況 你看1秒鐘 2秒鐘 3秒鐘 4秒鐘 拜登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所以他應該趕快把這個勳章拿過來 交給他左邊那個人 幫他佩戴 結果就整個冷在這裡了 對你要仔細注意看那個女軍官的表情喔 原本他是雄啾啾氣昂昂 因為代表什麼 他是軍方的代表嘛 他當然要這個端莊威武的 結果沒想要拿著拜登的 我現在又要拿不拿 所以他受不了 直接4秒鐘之後把他往右 以說 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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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啦 趕快你應該要幫給別人 拜登這時候才回過神來 所以各位你仔細看完這個景象之後 你再去想想川普被子彈打中的那個景象 這根本講 這麼大型車禍現場 連看都不忍指示 而且這個場合裡面居然有楊子雄 然後他又把楊子雄的名字給念錯了 對 就拿勳章出了狀況 結果連頒發都出了狀況 為什麼 因為當他呢 就是各位你現在看到畫面 把這個勳章 好不容易配到楊子雄的 這個我們講的 他的駁圍上之後呢 結果沒想到 他又說把雙手放在楊子雄的肩膀上 坦白講這個動作 每次我看我每次不舒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把手放上去 結果把這個狀況來了 又怎麼了 他叫楊子雄 他叫他什麼嗎 Michael Young 不是啦 人叫Michelle 你叫什麼Michael Michael是男人的 所以他連人家的名字都念出來 所以人家想說 不是啊 這個總統 你還好吧 因為你如果連這種狀況都應付不了的話 你到底要怎麼樣繼續單單下去 而且現在剛剛講的 他在諾曼蒂登錄的畫面 又露出來了 他當時旁邊是馬克宏 人家在那個典禮 典禮裡面 你要去對退伍老兵來這個所謂的致敬 結果 你又轉錯方向了 對沒有錯 他們就是在80週年紀念活動上 原本是在諾曼蒂登錄 結果呢 因為現場大家都是老兵嘛 所以你看 大家的年紀其實跟拜登差不多 結果你看拜登現在在看哪裡 你看大家全部人都在盯著說 人家往前看 你又後退 對你看馬克宏 你看馬克宏的表情 他原本是直視前方的 想說我們現在等待一次的進行 結果拜登偏偏的看他往防方向 你看他還不冷靜 想說用眼角魚光瞄向 對 這裡啦 他又馬上走錯方向 而且這個更尷尬的就是 原來拜登所有的動作都要等到指示 如果沒有指示的話 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下一步 該怎麼走了 對 所以現在美國不知道 擔任總統 到底是我們講 AI機器人可能都來得更在行 為什麼 因為拜登呢 連你看看 這是他幕僚所製作說 他在活動現場的 欸 一般來講 這個哪有講 Walk to podium Walk to podium 他又跟他講說 你要看到這張圖 圖像記憶法 你才知道了 舞台在這邊 因為他們擔心說 如果沒有給他這些指示 這些引導的話 拜登恐怕會如同養老月的老人 四處遊蕩 到處迷路 所以他還是一天到晚講錯話 對 但是我跟你講 他還是堅決要學到你 但是他越堅決 你越證明了 他真的不適任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先前在演講的時候 不斷在強調說 我覺得最有資格的 我絕對不會退縮了 結果沒想到 把自己的副手講成誰 把自己的副手講成川普 說我 所以我才任命了川普 當我的副總統 甚至在跟哲倫斯基對話的時候 把哲倫斯基只講成了普丁 所以你就知道 當時他甚至是跟NATO見面的時候 遲到了六個小時 也讓我們講的 義大利的總理忍不住 大翻白眼 但是我跟各位講 現在已經不是義大利總理翻白眼 是整個民主黨 都對拜登翻白眼 而且完全不知道 哪他該怎麼辦 川普真的是巴風吹不動 人格低劣沒有問題 道德有瑕疵沒有問題 你只要把經濟拼好 民調不會降 你說 他就這個拚經濟 而且我們今天講到的 說什麼製造業回到美國 我們今天講到的 歐巴馬跟賈伯斯那個對話 說不可能 我不可能把產業都回來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的產業真的一個一個回去了 保潔我們光講一個數字 1900家公司回到美國來生產 1900公司 745家從中國撤退回來美國 35家從台灣撤離回到美國 你知道光是這樣子 回流美國至少創造 30萬個就業機會 這麼多 而且更妙的是 大家都喜歡歐巴馬對不對 歐巴馬人格高尚又幽默 他一直講說製造業要回流 結果在他那個年代 美季創造一萬五千個新工作 到了川普 美季三萬個 現在已經變成美季六萬個 多這麼多 他整整多了歐巴馬四倍 而且我們看到全世界 回流到了美國 不是只有中國大陸 不是只有台灣 我們看從德國 德國也回去177個 連日本 加拿大 墨西哥 法國 英國 連我們看到了整個以色列 很多的公司 很多的工廠 我都要接近市場 我都要在地生產 沒有想到他們真的都回去了 抱歉 這件事情 竟然是有完整的理論依據的 2011年波士頓諮詢公司 發表一個論文 他說以後回暗生產會變成主流 所以想說怎麼可能美國那麼貴 怎麼可能你把人工從中國移回來 竟然會值得 不可理 但是結果現在一算 這個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說 你現在知道了吧 我告訴你 我算給你看 中國無險一金 人工上揚 然後你為了要在中國生產 那邊要設立倉庫 倉儲有成本 你運回美國來 遠洋貨運有成本 雖然美國的人工貴中國30% 但全部加起來 美國竟然便宜6% 所以你第一說 我如果來計算成本的話 現在在美國生產已經不會比中國大陸更高了 這是更可怕的一個數字就是在紡織業上面 現在在美國生產跟在台灣生產其實差不了多少了 可是如果在未來5年之後 台灣在紡織我生產的成本 竟然比美國高出一倍 抱歉 這個新的概念叫Total Cost 整體的完整成本 要包含了倉儲 人力 物流 運輸時間 全算進去之後 美國將來又建貿易壁壘 你回美國生產成衣 反而比在台灣要來的便宜 難怪川普敢向全世界 來發動這個貿易戰爭 而且我們之前看到了美國 有很多已經荒涼的地方 好像沒有想到它重新復甦了 抱歉 我們直接講奇異家電 GE的這個Appliance 它的家用電器部門 原來在Kentucky 2萬8千坪 裡面有5座廠整個連在一起 所有的道路都最寬 最大 它有自己的耗製 有鐵軌 有鐵路 停靠站 消防局 發電廠 但是5年前這裡幾乎都空了 因為全部都離開生產 跑到中國去了 就只有這個地方 保傑 所以這個叫Louisville Louisville原來是最密集的 一個廠區 結果他說6年半前 負責製造的營運長庫克 他也叫庫克 到這邊的時候 他說全部都空了 2千多個停車位 沒有人 空的 對 附近的超級市場 附近的教堂 發電廠 空無一人 但現在他說因為所有人 都回流 我的人已經裝滿停車場 現在不夠用了 所以我們看到天下雜誌 特別到了現場 才發現美國跟過去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過去覺得 不可相信的事情 它真的發生了 保傑 中間有很大的陣痛 庫克講說他一開始從中國 從墨西哥把製造冰箱的工作 移回來之後出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不會做 已經有十幾年沒有在他的廠區 沒有在本國本土做過電冰箱 所以你說他把冰箱拆開了以後 居然裝不回去 對 所以他們裝不回去 只好一個一個重新再來 但摸索到現在 他說我同一天可以生產不同型號 不同尺寸 不同顏色 60種的冰箱 我的生產線都做得出來 我們直接講你坐過飛機 你飛機那個靠背要往後仰或往前 是不是右手邊有一個扳的地方 或是有一個按鈕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按鈕在以前 光是從設計出來發包生產 到裝在椅子上 到椅子又運回美國去 你知道中間要跨多少次國 五 六個 它要跨11次國 真的假的 從美國進中國 中國再進各個外包的廠商的國家 繞一圈之後回到美國 這整個跨了11次的國家 你說聯絡運輸成本怎麼滑得來 所以你說以前要坐一個飛機的椅子 我要來回11次 是 不是飛機的椅子 是那個按鈕 那個讓你可以前進後仰的按鈕 所以現在在美國 只要超過10億美金營業的企業 有54%說我都要移回美國 所以你說全世界的經貿版圖 正在改變當中了 對 而且更重要的是 海爾家電 海爾家電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基醫也就是企業的那個家電部門 是被海爾併購掉了 但是當時大家都說海爾笨蛋 你神經病 你中國製造的東西那麼便宜 你幹嘛遺產去美國 他先跑到美國去 對 當年他去的時候 韓國廠商跟他講說 海爾先跑到美國設廠了 是 他先設廠 可是他的品牌叫海爾 韓國廠商說 我們也想去美國 可是我們想說看你成不成功 你垮 我們就不去 你撐下去就是你的 結果海爾家電 他CEO直接講 他說我們過去絕對值得 以前是中國低價品牌 現在我變成 Made in USA 但他發展多成功 成功到我們剛剛講的 把奇異的家電部門整個併購下來 掛上了一個美國製造 你的身價就完全上升了 他整個大爆發 甚至現在全美國小冰箱 跟這個紅酒冰箱 有一半的市場 都被海爾搶走了 所以寶傑 海爾進入美國成功 但原來就在美國的Walmart 之前形象不是很差 說他什麼血汗勞工 工作人員每小時領的錢 少到比第三世界國家還要少 但你知道Walmart這幾年做什麼 做愛用國禍區 我特別陳列一區 就是Made in America 而且告訴你說 買這邊才愛國 我幫你打折 給你一個勳章 讓你知道你是真正愛美國的人 所以現在不是只有 中國在搞民族主義 不是其他國家在搞民族主義 現在搞民族主義搞得最兇的 竟然是美國 所以奇異跟Walmart還有合作 因為Walmart承諾說 我未來要花500億美金 在美國採購 但結果他跟奇異講說 那燈泡可不可以在美國本地製造 奇異跟沃爾瑪講說不行 太貴了 人工很貴 沃爾瑪跟他講沒問題 我補貼你 你就給我在二海二洲 跟伊利諾州的工廠製造 因為這是我的品牌行銷 我幫你出錢 好 董哥我們來看 這樣的一個畫面就是 你雖然就在沃爾瑪剛剛講到的 我在推波助來 我在助長美國的這個民族主義 讓所有的工廠不得不回來 不得不掛上美國製造師 我就告訴你 這些品牌是美國貨 這些美國貨的東西 我就是價錢比較高一點 而且你買這個東西 才代表你愛國 他說這一次東奧美國隊的制服 找Rolf Lauren製造 結果他直接告訴大家 來 我告訴你 我為了配合美國的東奧 他參加東奧所有衣服 我在美國設計 我在美國生產 他的衣服上面打得大大的 Made in USA 我們上次他參加奧運的時候 他是中國製造 他被罵翻了 所以現在美國要參加奧運 他竟然所有的衣服 都是美國製造 好 那之後 我們剛剛講到了 現在很多的企業往美國流過去 這是我們過去 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而1900多家 他不是只有中國大陸去了700多家 台灣都去了35家 也就是在這一波的潮流裡面 台商也有很多人選到美國落腳了 保證長 現在台商 除了我們之前講過了 包括說高科技產業 或是石化鋼鐵業去之外 保證長 連我們耳熟能詳 我們都一直覺得說 他是傳統產業的這個 永濟造型 紅牌遊戲 他都要去美國設廠 紅牌遊戲去美國設廠 紅牌遊戲 這種廠都去美國了 對 為什麼他要去美國設廠 抱歉 他原本 他原本也是在美國的產品線 只是說他過去 沒有直接賣油漆給 這些美國的工藝鏈 他是在台灣之後把它漆 因為我們台灣會有一些彩色 或是有上色的鋼材到美國去 他就直接用在台灣 就已經把它漆上去的時候 送到美國去 所以過去其實永濟造型 他從來沒有想到要去美國 可是你知道 因為現在越來越低毛利 低毛利的時候他就想說 那我幹嘛要讓這些鋼材業者 鑽一手 我又直接到美國去設廠 過去 好 如果我真的在美國設一個造型廠 在那個地方 美國沒有鋼鐵廠 但是現在美國有沒有鋼鐵廠 美國有鋼鐵廠 因為川普不是要所有人家 去那邊設廠嗎 所以美國鋼鐵廠 現在開始重新開爐了 開爐之後 美國就有鋼鐵廠 我就直接賣給美國的鋼鐵廠 美國鋼鐵廠就直接可以出貨了 所以他現在客戶就在美國裡面了 而且美國最近川普 只是在簽了一個關稅 提高關稅 國外的很多國家的關稅 都被提高對不對 我幸好我在美國設廠 因為在美國設廠的話 直接就可以把我這個漆資 漆賣給美國的鋼鐵廠 不會說如果你在台灣的話 你這個關稅會被鋼到 好像影響到我本身的獲利 所以這個永濟紅牌油漆 他就說 幸好我去那邊設廠 不然這一波的鋼關稅 其實看似會對鋼鐵廠會有影響 其實對油漆賞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你自己說 對台灣的廠商來講 這也是一個大的趨勢 也就是我今天要進中國大陸 進美國已經不能 單單守在一個地方了 對 沒錯 我們事實上 這次的天下雜誌 他有做一個例子 他說如果現在台灣的紡織廠 如果還留在台灣的話 保證 跟在 跟到美國去生產 你知道 未來五年 你覺得哪一個生產成本比較高 我本來以為是台灣 現在不是了 對 結果你知道 台灣的生產成本是一如往上竄升 美國生產成本是比較低 也就是說到時候 美國的生產成本會比台灣 大概低兩成 也就是說台灣會比 這個美國的成本多兩成 所以台灣在未來一段時間 如果你不去設廠的話 我價格沒有優勢 對 你沒有任何的優勢 那事實上 這個 你說在台灣生產 就會比美國成本還高 對 因為現在這個生產鏈 不斷的被擠壓 因為現在獲利的空間越來越小 保證 我們舉個例子就好 像以前在生產鞋子的話 鞋子過去的供應鏈是多長 保證 你知道嗎 第一個 愛迪達他要在德國 先設計好他的鞋子之後 他把這個設計的原型 傳到我們在保證 在台灣的總部 台灣保證的總部 他要開始說 這個鞋子設計出來是這個樣子 他要開始去找 鞋底的公司 他要找三方公司 旁邊的這個膠 他要找另外一個供應鏈 有些產品沒有辦法在台灣做 他還要去海外找很多供應鏈 來這邊開會 好 我們說愛迪達這個設計 到底做不做出來 然後他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把它做出來之後 好 這個做出來 原料我都要下給任何一個 我們估計是多少雙 下好了之後 我們再把這些原料 一口氣運到我們保證的工業 在中國大陸或在越南的廠 好 越南的廠 我們廠的供應鏈非常長 一個鞋子做出來 至少要五六天的時間 這麼多供應鏈這樣做下去之後 好 做好之後 從越南或是從中國大陸的港口 把它往外輸 這個供應鏈是多長的一個狀況 所以難怪說 你從這個開始設計 到整個送到了市場 要最少18個月的時間 所以現在呢 因為現在因為3D列印 或是說一些機器人崛起之後 愛迪達現在不是已經 回到德國去設廠 它未來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設廠 它直接就 你要多少錢 我馬上就生產出來 這就是一種工業鏈 已經被縮短到 只有從你的生產到你的消費端 中間的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只剩下45天 我從18個月變成45天 除了我們在講 iPhone也是一樣 美國就直接從最初一開始的設計 組裝到所有的供應鏈 然後就直接可以生產出來了 所以美國現在要這樣做了 對 沒錯 那就是一個新的革命 所以對全世界的供應鏈來說的話 如果你沒有打進這些 相關的供應鏈裡面 你幾乎就是被一個淘汰的局面 所以我們講說 你在那個壓縮的空間 其實就是壓縮台灣的空間 對 沒錯 我們舉一個例子 像美國有一個試聽的公司 叫做Ziviv 它的公司是怎樣 因為它原本的銷售的東西 在亞馬遜上面賣 那亞馬遜的話就是需要時間很快 產品要什麼樣 美國的消費者要什麼東西 我希望說能夠把這個時間 生產越壓縮對不對 希望說你要的時候 我馬上就可以生產給你 而且亞馬遜現在也有這種功能 就是說它可以 因為它大概知道客戶的需要 它就直接可以跟這些公司說 你最好現在生產什麼 會在網路上賣得不錯 所以這美國公司 他們現在回到美國去之後 他也要求你的相關的供應鏈 台灣的這個神創科技 就要到美國去設廠 也就是說因為為什麼 所以你不是說你不到美國 就沒有生意了 對 我要求的這樣的話是 我如果白天我要什麼產品的話 我可以就近跟你討論 討論出來之後 可能明天或是後天 我就可以在這個 基本上在亞馬遜上面 我就可以打出我的廣告 大概的設計是什麼樣 我先打出廣告之後 雖然說幾個禮拜才會拿到貨 但是我就可以開始先接訂單 也就是說他利用這樣的話 就可以加快他產品的上市時間點 所以你是說如果說 今天這個廠商我還在台灣 還在中國大陸的話 那我今天訂到的時候 我有船運的時間 甚至我連時差的這個 可能要隔一兩天 我都沒辦法忍受 我要馬上有問題 馬上解決 馬上設計 馬上生產 製造業回到美國以後 他這寡巴掌更快 你周邊所有的企業 你都非跟著回去不可 也就是說他其實 這個品牌公司回去之後 代工廠也回去 代工廠回去之後 周邊的零組件 全部都要過去 所以未來在美國自己本身 他就有一個完整的供應鏈 在那邊可以從設計 生產 全部都有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台灣的這些供應鏈 要嘛就是你台灣的供應鏈 要去美國 到美國來設廠 所以對台灣的供應鏈來說 如果你沒有擠進這裡面 就會傷機飛 就幾乎是消失掉了 這也太可怕了吧 那你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不是美國對 這個川普對歐洲的鋼鋁 都提出了關稅嗎 歐洲就說 那我要對你的產品 也要提出這個關稅 結果川普又反擊說 那我要對你的汽車瞌睡 可是你知道 川普說要對美國對歐洲的汽車瞌睡的時候 其實歐洲沒在怕 為什麼 歐洲現在的車子 幾乎都是在美國製造了 歐洲的賓士 B&W 什麼都是在美國生產 賓士在這個美國有4000個功能 B&W在美國有8000個功能 它都完全可以自己生產 而且不只他們去 你看日本的豐田 本田 山林 還有韓國的現代 他們全部都是已經都到美國去投資 所以現在逼得怎樣 台灣的很多下游的車子供應鏈 像台灣的車王店 還有中國大陸的福藥玻璃 他現在也逼得 因為這個所有公司都到美國去生產 我也要去美國生產 所以現在是一種寡罵掌 或是集體的這個效應 是下游都去的時候 上游的供應鏈全部都要去 那台灣過去都是上游的供應鏈 所以台灣是飛去不可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中美貿易戰 真的高潮跌勢 你覺得已經走到了死巷子 沒有想到又峰迴路轉 柳暗花瓶 可是你覺得一切都解決了 馬上又一個更大的石頭 從天而降 有人講說 川普現在我們反覆的動作 是故意的 是在他的幕僚之下 特別設計出來 各位我們看 這是中國大陸他們自己 他們的專家 說這一次川普 不但是要中國的錢 還要中國的命 也就是這一次的戰爭 不是像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但是我要把這些貿易力差 極度的縮減 甚至我要打中國的七寸 欸 豹傑 這世界上唯一比美國總統 還要恐怖的世界領袖 就是抓狂的美國總統 川普這一次徹底抓狂啊 你知道他做到多嚴重 第一個 之前所有的談判 全部推翻 原來都 說翻臉就翻臉 原來都說好了 我們各自退讓 沒有 全部推翻 500億美金的中國商品 課增25%的懲罰性關稅 可當然不是講說 不課懲罰性關稅嗎 對 好 所以川普翻臉了 中國也說好 來就來 誰怕誰 我反擊 我也對你課500億美金的 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但你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 川普說好 你夠總 你反擊對不對 你反擊 我再課增2000億美金 之前不是講1000億嗎 對 從1000億變2000億了 而且2000億美金 全部要加10%的懲罰性關稅 他的前提是 你敢反擊我500億 我就再加碼4倍 變成2000億 繼續下去 看到底誰怕誰 那到底誰贏了呢 市場局到底怎麼看呢 抱歉 第一個 今天互生股市都狂跌 狂跌的原因是 現在已經完全進入 一個不可預測性 連華爾街的股市也跌 川普完全不可預測 對 抱歉 你知道現在談判專家在講 川普從以前 就是一個談判反覆的人 他用反覆來控制你的時候 他現在的問題 他掌握全世界最大的權力 而且繼續反覆 他身邊的人 我就是透過不斷反覆的過程 沒有我可以抓到你的底線 我不斷的反覆 你必須要把你的底線露出來 我就可以取得我最大利益了 對 但你露出底線之後 川普會取得最大利益 但如果你不聽話 他就再往下殺 這一次中國中的就是這個陷阱 殺殺殺 殺到最後 你說他的財政部長 Mnuchin 還有羅斯 還有納馬羅 每一個都是鷹派 但我跟你講 你以為這些鷹派夠狠 我告訴你 參議院更狠 你知道中芯原來已經訂了 川普同意 訂一個很嚴格的規定 你是國企對不對 你是中國的國企 來 賠我600億新台幣 那就很慘了 對 換你的CEO 然後我要監管中芯10年 如果你給我的4億美金 只要你稍有違反 馬上沒收 但你覺得這樣夠狠了對不對 川普說好 我們這樣子 不要讓中芯再有太多人失業嗎 留中芯一個深入 對 我再賣晶片給你 你知道今天美國參議院怎麼決定 參議院怎麼決定 否決繼續罰 原來怎麼規定就怎麼罰 我繼續照樣不賣晶片給你 你看 美國現在的反覆 已經到達川普反覆 美國的參眾兩院 也跟著反覆的時候 中方的談判專家 這下子傷透腦筋 所以有人講 慢慢看著說 川普這個完全是演一場大戲 這場大戲裡面 我剛剛講的 他的財政部長 商業部長 貿易代表 他的顧問納瓦羅 每一個人都是把川普塑造成一個反覆無常 他們這邊有的你強硬一點 有的時候我強硬一點 我就讓這個局不斷地改變 我讓中國完全摸不足 美國到底想幹嘛 現在更誇張的是 當看到這個東西有利益了以後 參議院進來贏了 參議院現在也在跟川普在眼霜黃 大家想說 如果這個貿易戰是這麼不確定 這個貿易戰說翻臉就翻臉 說翻錯就翻錯 這個未來的世界會變成怎麼樣呢 現在我們就以中心為例子 原來大家已經講說 被美國這樣一搞 中心不死也半條命 沒想到美國參議院說 不死喔 那就弄到你死 現在的狀況是 連中美日三方世界的幾大經濟體 包含了歐盟都說 你敢課我懲罰性關稅 我歐盟就全面反撲 現在的狀況是 川普似乎樂於與全世界為敵 但他到底是真心為敵 還是反反覆覆 現在沒有人知道 好 那川普長 我們今天談就是 川普現在最大的敵人 其實就要在中國 他之前在對付中國的時候 我要把一切的障礙給排除掉 而那個之前的障礙就是北韓 我之前對中國還有所忌憚 就是北韓問題還在這裡 我必須要透過中國來控制北韓 穩定東北亞的情勢 但是我才能夠安然的 從這個地方給撤出 沒有想到他真的跟金小胖 見面了穩定東北亞的旗幟之後 他真的全力對付中國了 今天下午呢 一個那個高離國航的飛機 又飛到了北京 然後金華社說 丁正恩第三次去見了習近平 而且這一次呢 兩天一夜 他們要好好談一談 跟丁正恩要告訴習近平說 到底他跟川際會談了什麼 這個時候呢 全世界關注的時候 川普根本連這件事情甩都不甩了 因為金小胖他已經擺平了 他七七天還持續的加碼在除 但金事實上呢 加倍奉還變成的是兩千億美金的罰款 在軍事上他有越來越強硬了 你說對付中國 對付中國 他怎麼樣對付中國 第一個呢 他呢現在的印太司令部 他用的是最反中的將領戴維森 然後已經把他放上去做第一任的司令 然後他現在親自簽署說 美國還要成立一支新的部隊 叫做太空軍隊 而這太空軍隊呢 位階比陸戰隊還要高 專門是針對中國 要打一場太空的星際大戰呢 那不是跟雷根一樣嗎 雷根當時是號稱要打新戰 雷根打新戰的這個計畫 就是拖垮蘇聯的 是的 當時呢 當川普宣布的時候呢 美國的媒體通通嚇了一跳 什麼 要打新戰 所以他們到處去研究 川普到底要做什麼 結果他們發現說 其實川普早就已經做了一些準備了 因為美國是全世界最早成立太空司令部的 然後太空司令部呢 他後來又把那個網路司令部 通通都把它併合進去了 然後去年的時候呢 他們又公布一個 他們太空司令部在幹什麼的一個畫面 結果在發現裡面呢 其實他們都已經做了很多 星戰武器 什麼叫星戰武器 通通放在裡面了 你說美國現在有星戰武器 是的 太空司令部呢 我們過去只要說 它是整合了所有的地上 路上 天上的所有的資訊 資料鏈嘛 結果他們在放的時候呢 突然會發現說 一個衛星伸出了一個小小的機械手臂 而這個機械手臂呢 抓住一個小衛星 這個就是說 他當時他的間諜衛星呢 在上面的時候呢 控制中國的或蘇俄的那個衛星呢 我就可以把你直接抓了 你說現在中國跟俄羅斯 我都要從地面發射飛彈 或者我在地面號稱我可以打電磁炮 破壞你在空中的衛星 而現在美國已經有能力 在空中我的衛星伸出小手臂 要不然就把你收過來 要不然你干擾 更恐怖的是 有人講 美國已經有能力 去調整其他國家的衛星 是的 所以他就看起來 手臂可以抓出去 過一個調整 然後甚至於之後 你還發現呢 我們美國曾經試驗過 有一個小小的叫殺手衛星 就丟出去 它非常小 大概跟拳頭一樣大 可是出去之後 它可以互相地變軌 在那個剛剛畫面裡面 這個小衛星 它也出現了 代表太空司令部裡面 這個衛星可以到天空了 已經是服役的 然後另外呢 它還整個了 就重新的布局 你剛剛看到的時候 美國已經有很多的間諜衛星了 結果川普呢 從今年一月開始呢 太空司令部還要加了 137個叫做天積衛星 就是從天上 專門來監測地方的一個衛星 137個 137個 所以剛剛看到了 整個畫面密密麻麻的 它密密麻麻是什麼呢 因為呢 它現在知道說 中國和俄羅斯是有能力 用動人武器 從地面上發射一個火箭 打到天空去之後 這就是天積衛星的一個示意圖 我從天上到下 137個 把地球每個角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我幾乎是一個 捷徑定軌 鎖定固定目標 所以你只要地面上 打出一個火箭 它就知道 你是幹什麼的 然後就可以立刻計算 你這個噴射上來之後 你的動能有多少 你的速度有多少 你的彈道是怎麼樣 然後這些資訊呢 超級電腦 立刻算以後呢 他們告訴自己說 它的間諜衛星呢 也有一個能力 它已經不是只有S3CP 就換軌了 它的間諜衛星也可以換軌 所以他們就立刻計算 你這個整個飛彈 那個動能武器打上去的 動能一號動能二號 上去的時候 你的軌道會怎麼樣 然後呢 就是你快到的時候呢 它的間諜衛星 自動的會噴火 換軌之後 你的動能武器 打不到 然後美國就告訴你說 它全部 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你有你的張良機 我有我給過條題 雖然現在中國跟俄羅斯 你有動能武器 可以打我的衛星 但是只要我能夠先偵測到 我一移開位置 你就打不到了 對 這個都是在他們太空司令部裡面 所放的整個畫面 都告訴你說 它就可以空中的一飄 直接飛起來之後 你的整個就變成空包彈 一飛就飛到太空那邊去 完全打不到我 而川普這次呢 讓人家全世界更嚇到是 因為他在簽署這個命令的時候 大家真的覺得 星戰真的要重新開始 因為他是來一個美國很特殊的 叫做國家太空評議委員會 這裡面他竟然出席之後 簽署了這樣一個太空軍的一個命令 太空評議會有什麼了不起 美國到現在為止 只開過三次國家太空評議會 第一次的時候呢 是一九五八年 因為一九五七年的時候呢 史伯黎克 俄羅斯的蘇聯先打上去了 美國感覺到自己受到威脅 所以他們開了第一次太空評議委員會 成立之後呢 而且NASA就是那一年所成立的 APOLO計畫就是那一年所成立的 然後阿雷希伯望遠鏡撥款 然後旅行家二號一號 全部都是這個太空評議委員會 而定的 美國就從那裡面定了 太空要爭霸 然後第二次呢 後來不是雷根起來的時候 跟川普一樣喜歡玩星期大賽嗎 然後把對方給拖垮嗎 拉到最高峰的時候 是到了一九八九年 當時俄羅斯真的已經有 心戰的人力了 當時俄羅斯呢 正在試驗 我們也講過好幾次 暴風雪號 他故意的用一個飛機帶一個大油桶對不對 他要把一個太空桌上面可以放十二艘 十二個原子彈 直接到太空裡面去丟上太空彈 暴風雪號 已經在試飛了 而且當年呢 一九九一年的八月呢 還在試射一個呢 叫做末日彩排 一下子呢叫河馬行動 河馬行動就是像史詩一樣 潛水艇一次呢 三分鐘之內 打出十六枚的 潛水艇直射的彈道飛彈 一出去之後 相當於四十八顆廣島原子彈 炸美國九十六個目標 你說這個就是末日計劃 就是末日計劃 當時呢一九九一年的時候 其實也都做到 所以那時候卡特 也就趕快成立一個 這個太空平衡委員會 後來蘇聯呢 一個禮拜後就垮台了 所以後來這個太空平衡委員會 又收了 沒想到川普上來之後 他現在可能感受到 俄羅斯和中國最大的壓力 然後第三次成立太空軍隊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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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